江洛文, 你的律師來找我 漏了老公沒有? 沒有, 阿Keef, 情況如何? 為何他們拘捕我? 你認識誰叫我潘忠誓? 我認識, 四小子, 駕駛的男人 現在他指證你和駕駛 買空殺一個盧耀發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做過? 沒有, 他們誣誤我的 警方是根據線報 捉了一隻水煙佬的兇手姚君 而如果你落口供的時候 就一口咬定, 是駕駛給他 還安排他怎樣殺人? 他還認得你 還說幾時幾日, 你給他四十萬 你怎麼解釋? 現在情況對你很不利 我可不可以最好說清楚? 你不是說 你幫雷哥做正行的事嗎? 為何他們會說你有份? 為何會這樣? 為了你, 我將整件事說出來 雷哥是我恩人, 他很相信我 他將雷霆飲食集團 所有帳目交給我處理 我是絕對有權調動所有資金流出 就像出糧和報水一樣 對, 我知道雷哥是龍頭大腦 但是我們說好了 我們約法三章 所有非法的勾當我是不會參與的 雷哥也很尊重我 而這才是我和他真真正正的關係 對, 可能他們的聰明都會知道 雷哥 甚至會覺得在社團裡面 我比雷霆、我比雷霆的地位更超越 可能他們誤會了 我是雷哥的軍師, 眼紅我了 但是雷霆可以做證的 我真的沒有參與過 全社團都知道 雷霆和雷霆不僅有過節 還想爭取大佬 所以當雷哥一死, 雷霆就糟糕了 我想是他告訴警方 那個殺手是誰 那雷霆為何要爆料 雷霆想做大佬 首先要對付雷霆 可能他認為我和雷霆比較好朋友 對他有威脅 於是就收買四仔 想剷走雷霆, 順便弄走我 我剛才在走廊撞到雷霆 他也是這樣猜的 你的意思是, 小姐拼了你 是呀, 他冤枉我, 我沒策劃過 但是姚君說你親手交錢給他 難道他是冤枉你嗎 沒有, 他沒有冤枉我 我又付錢給他 有一天雷哥叫我在帳戶 拿四十萬出來給朋友 有些不是這麼說 雷哥這人很講義氣的 他經常照顧那些諾乃兄弟 那我就照做 我怎知道姚君是殺手 那正確你不知道 他們要殺盧月犯? 我知道, 不過沒有參與 那即是怎樣? 有一天我和雷哥開會 雷霆無故衝進來 很不和水煙佬… 水煙佬, 猜到上心口 我受不了他, 我受不了他 這個人吃碗面犯會底 起散我的批貨 我不動他, 我不叫殺根 雷哥, 是呀 這件事與你無關, 你出事 我還有朋友再找你 好, 明天再談 你明知道會死人 為何你不報警 讓雷哥知道我渣無 我都要自保 況且我根本不知道 他們何時在哪裡動手 說不定他們說話就算了 那你何時知道水煙佬倒閉了? 案發之後第二天, 我看報紙知道 我和雷哥的關係 之後我們兩人知道 你們不相信我, 我可以理解 從我第一天幫雷哥開始 我就預料沒有人相信我清白 假如有一天雷哥不在 我的處境會很危險 到時候想脫身也難 所以, 我做了一件事 我偷偷地在雷哥酒樓帳房 安裝了一部攝錄機 當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會偷錄下對話的內容 萬一將來有什麼事 我都可以拿出片子 做自保的證據 那你有沒有錄下鏡片 跟上對頭水煙佬的對話? 有, 看完片子就證明我是清白 茜茜, 我把所有事都告訴你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們分手 你怎會這樣說?我怎會不相信你 我不想連對你 無論如何, 這一關我一定會跟你過 資料還差一點 我想多找些有關殺手的資料 例如電話紀錄 有就可以證明他們曾經聯絡過 又或者是殺手有沒有提過 他們約定的時間 甚至是電郵 哪有?SMS方面的證據資料呢? 有 有?不覺得而已, 回家沒有 那就是沒有 偉大壯 要查的東西我已經查過了 事發前後 射擊打出打入的電話記錄 有十幾頁子那麼長 只有打出打入的電話時間 那電話來電呢? 那些古惑仔做事當然是出太空卡 難道他還跟你上台 問問哪個計劃有優惠 填自己的住址嗎? 拜託你, 一定要多些座證 才能找到十拿九品 拜託你, 姚君現在都把人都把出來 還認了自己殺死盧耀發 你現在這樣也把他拆不進去 還要通訊紀錄來幹什麼? 那你有沒有親自查過? 電話公司說沒有 我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 我不跟一般人這樣, 人家說我就相信 每件事我必須要親自試過 我才會相信 那我不相信跳樓會死, 你不試試 跳樓要視乎高度力學 還要計算撞擊點 據統計, 死亡率是百分百 所以我不會試 免得你這麼低才傷害 你怎麼搞的? 你不是想公布私仇嗎? 什麼公布私仇? 這份文件是我給你的 我有沒有這麼笨? 你這麼笨, 怎樣做我的夥伴? 遲早被你累死 你說什麼? 遲早被你累死 之前那句 你這麼笨 很混淨 你會偷老。 你在 filosaves呢? 你怎麼覺得自己冷的臨頭 當然只愚啟 brauchen他 就是這個碼頭盜頭走的 整件事沒那麼巧合 將此號碼很可能就是站江的船 2300、2315、2330 那天真的有加開2315這班船 你看這張照片 姚君好像說過這個車牌 水煙的那部車 船落開當巧合,那這架車呢? 可能不是Ice兄的 我猜不會不是,你看這兩張照片 不可能他不會跑去找華臣 他不會騙我的,他不會 我們嘗試用這些照片來組織一下 案發當晚是10點50分 姚君收到電話 然後就開電單車去卡拉OK門口 然後就在街上擺下電單車 然後就經過天橋走到中港城碼頭 再到站江船目 坐下班船,11點15分,回站江 整件事的時間安排得剛剛好 那就是說,逃走的路線一盡安排 不是,這一輯照片的拍攝時間 就在水煙佬出事前的一個星期 那是為他騙我嗎? 整件事根本有去插謊 你怎麼解釋? 你都知道了,我也無謂繞圈 對了,整件事是我插謊的 那怎麼辦? 你還敢拍攝?你以為你要開雷道神嗎 你不怕我把你拿出來嗎? 你不會的,你不記得嗎? 是我叫Cece找你的 我找得到你,自然計算風險吧 我認識你這麼久,你的人是怎樣 你做事的手法是怎樣,我很清楚 我做事的手法是怎樣也好 我也喜歡幫助其他幫的人 你別騙自己了 你做了這麼久,你敢說吧 一宗違背良心的案子你都沒做過 我現在接每一宗案子都對得起我自己 這宗案子絕對對得起你自己的猶豫 你收到客戶的錢,就盡力幫他打 我知道你是聰明,你一定幫我打贏 現在不是很好 你又贏官司,我又脫身 WinWin,你這個猶豫還用什麼? 我這輩子最真是被人碰 最真是被人利用 那你想怎樣? 告發我嗎? 推我出來? 我雖然不太熟悉法律 不過我也知道什麼叫保密歉意 你推我出來 你卻違反了你和我之間的保密歉意 就算被你這麼幸運,脫身 你沒有盡全力去維護你的當事人 就是我 那怎麼辦? 沒有誠信了 以後誰找你打官司 所以我知道,你不會抵我出來的 你也算得多準 我是會計師 不怕老實跟你說 現在結案陳詞也做了 沒辦法回頭了,我的心不知己敵 但你有一件事是計漏了 請書讀結果 陪審團議一致通過 裁定第一被告黎國根 協助及教唆他人謀殺罪名成立 此外,陪審團議六比一裁定 第二被告,江洛文 協助及教唆他人謀殺罪名 不成立 我都說沒看錯人了 不用怕,你的做法很正常 急關頭當然是自保 你放心,你不是D 你不用這麼突出氣 你想怎麼樣? 還有一個選擇你的原因 我還沒告訴你 就是你是一個不會連累夥伴的人 好的,有什麼好事 無論如何,很感謝你幫我贏了這案子 你放心,律師費我給你足夠 要不要給你貼士 希望我們還是朋友 朋友可以分很多種 但我無論如何也算不到你這種 但如果要算到要打獲金那種 你是第一個 打我?你是律師 你玩知法犯法嗎 我告訴你 你不夠我玩 你沒有我負的 法律是用來保護我這種 懂得走法律爛爛的東西 我終於知道你是一個什麼人 你為了掩飾你的罪 你假裝無辜 你假裝可憐 你騙我騙我師傅幫你的罪 女兒 我愚蠢 我一定擔心你會坐我牢 我愚蠢 我擔心你 但原來所有人都是大壞 你聽我說 你應付點我嗎 我很後悔 我怎麼跟一個這樣的人在一起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 我會看TVBUSA官方頻道